欢迎大家回来 那接着来讲我们这一个第一章初始的第三小节 就是我们得的CMS的一个运行流程原理 那么我们得的CMS的话是采用我们这一个生成静态的一个方式来访问的 大家看到我们这一些什么账账这些下载什么东西是不存在的 然后看到没有我们这一个是通过我们的这一个htm文件来访问的 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存不存在这个东西 在根目录下的a目录下有个website htm2016-0202-108 说明我们这一个文件是存在的 是存在的说明是生成 我们添加文章的时候是会生成我们这一个 htm文件的 现在我们再来一个测试文章2 我现在呢不放到头条里面去了 不放到头条里面去了 我们随便给他选一个这个东西 然后呢点击保存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文件夹里面刷新 好我们到首页去看一下 好这边会有个测试文章2对不对 然后我们点击看一下 好他的话就会在我们这个javascript 阿甲克斯下面呢会增加一个东西 那这一个路径的话是怎么来处理的呢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我们刚才遇到一个问题 生成主页的时候 这边有一个动态还有一个静态 那我们选择静态的时候 先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现在这边地方是16个对象 如果说点击生成静态 我们更新 然后这边的话会多出一个htm楼 然后这边就是17个对象的 对不对 那在我们现在访问的话 就是我们一个静态的一个文件 静态的一个文件 那大家要注意 一旦开启我们静态文件的话 每次更新文章 如果首页要有效果 都必须进来更新我们的这个静态网存 那我们来看一下 假设说现在我们再增加一个文章测试 文章3对吧 然后呢 我们把它放到JuneWeb里面去 点击保存 好 现在再刷新这个地方 我们的这个JuneWeb3是不存在的 如果说我们再选择访问PSP 好 PSP里面 它是直接跳到我们的这一个htm楼里面来的 好 所以说要看到我们测试文章3出现效果的话 我们就必须更新主页了 好 因为我们是生成静态了对吧 然后更新主页刷新一下 那这边就会有一个测试文章3出现 好 如果说我们选择动态浏览的话 这个index.html就被删掉了 所以说我们现在要访问的话 就是index.php 这个时候才是可以有的 我们直接localhost 它还是跳到我们的这个地方去 好 我们这个情况的话需要把这个给删掉 而不是把浏览器关掉啊 好 关掉之后我们再来访问我们这个东西 它就已经正常了 好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我们首页的话肯定是在 首页根目录叫做index.html了 没有任何可以说的啊 然后这个地方呢我们叫做麦子的的对吧 好 9N3D 好 那我们继续把这个首页呢 用静态的形式来访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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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生存静态这个就可以了好 那是第一步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刚才我们添加文章的时候 添加文章的时候 假设说我们添加到我们的这一个网页基础下面的这个JavaSquare的阿杰克斯这个地方呢 我们点击一下更改 好 在测试文章二的话就是 它会放到我们A目录下的这一个 Web-based Javascript-ajks 然后是今天的日期109对不对 那我们想改一下这一个路径怎么来改呢 好 路径的话就是在这文件的一个保存路径 那改哪里呢 改我们网站栏目 然后点击更改 这边就可以改我们的这个目录 这一个是CMS的Path 就是我们的CMS放置的一个根目录 好 我们直接呢 让它到我们根目录下面的这一个 好 JavaSquare里面就可以了 好 我们后面不需要加斜杆 好 我们学它原来的就可以了 然后其他的话我们后面再讲 什么最终列表页啊 频道啊 外部链接之类的 这个我们后面再说 然后呢 这边我们点击 看一下有没有其他地方要修改了 好 我们先点击 好 先点击 成功了 已经更改了一个分列了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现在在首页这个地方的话 好 还是没有变过来 我们需要怎么来做呢 重新更新一下首页 好 然后再刷新一下 这时候我们点击测试文章二的话 它是在我们JavaScript 2016-0202 这一个东西好 它是说我们的这一个 找不到我们这个服务 说明我们这个文件是没有生成成功的 好 没有生成成功的 那需要怎么来做呢 我们可能需要先更新我们的这个栏目 好 更新这个栏目就可以了 好 更新此籍栏目 或者是更新所选栏目就可以了 好 我们只更新所选栏目 然后这样子看一下 我们第一步的话 刚才这个DrivaScript的这一个文件夹 它需要在更新栏目的时候生成 好 更新栏目的时候生成 这个是一个注意点 大家要知道 好 那现在我们点击首页刷新 它还是到这个地方说不存在 对不对 说不存在 所以说我们这个时候的话 还需要更新栏目的文档 对不对 我们把文档也给更新一下 然后点击开始更新 好 它就慢慢的再更新了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刷新一下 它这个页面就存出来了 就出来了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这一个 dwcms一个UIL的设置 UIL的一个设置 那么dwcms为什么对SEO非常友好的话 就是因为我们可以 非常灵活的去设置我们这一个UIL地址 现在的话我们是根据日期 来保存我们的这个地址的 假设说我们因为已经根据这一个 分类的这个关键词来区分我们的这个文章了 所以说我们也可以 也可以把这些东西给去掉 好 可能去掉不太合适 好 但大家看具体气球吧 好 那我可能希望的话是2016 0202全部是同一个目录 好 这边是一级二级总共三级目录就可以了 不需要那么多目录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更改的话也是在这边 这边有一个高级选项对不对 那文章的一个命名规则的话是Type DAR Type DAR的这一个东西的话就是这个 就是相当于这一个 相当于是这一个东西保存 好 一级一级进来 好 那我们Type DAR就是代表刚才的这个东西 好 这个东西 然后呢 我们年月日让它是同一个级别的一个目录 同一个级别的一个目录 然后列表的话是用List TID Page 好 如果说是这种情况的话 我们直接年月日也不要了 列表因为有List绝对是不会冲突的 然后我们点击确定 好 那还是老步骤 第一步更新我们的栏目 对不对 开始更新 然后第二步更新栏目下的一个文档 开始更新 好 第三步我们把首页也更新一下 因为首页这个地方也是有一个链接的 我们点击一下 好 现在的话我们就在Driverscript里面 直接更加的这个路径呢 更加的明显 更加的明显 然后这边的话会有一些分页对不对 然后我们点击这一个地方的话 就会出现我们的一些分页 然后我们点击下一页List 4-2 对不对 再点击下一页List 4-3 好 就非常方便 非常方便这样子生成我们的这一个 HTML文件 这个时候我们就这样子来设置 非常简单 非常方便 那这一个的话就是大概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一个Driverscript的一个运行流程的一个原理 是什么流程呢 我给大家总结一下 第一个我们是先增加文章或者是修改文章或者是怎么样子 其他的一些东西 新增数据 那我给大家写一下啊 写到哪里呢 我先写个TST文档 然后后面我给大家写好看一点 比如说放到我们PPT当中起啊 我先直接写吧 第一步的话新增文章或者其他数据对吧 第二步的话生成栏目 生成栏目 第三步的话生成文 我们看一下他后台叫做生成什么 点击生成第一个是生成栏目 第二个是生成文档对吧 总共的话就是这么三个步骤 然后还有一个路径规划 得得CMSURL规划 对不对 在这一个 在后台核心 核心下面的这一个长用操作下面的这一个 什么网站栏目的什么网站栏目 栏目广理 对吧 编辑我们需要改 UIL的规划onte Sun 就是點擊這一個然後你直接改自己需要的UI 然後改完之後的話 改完之後 從改完之後呢 繼續叫做什麼 繼續上面的二三兩個步驟 就可以了 這個樂 好 那就是這麼一個情況 就是這麼一個情況 那整體的運行流程就是這個樣子 我們得的CMS的話 全部是生成我們的HTML文件的 這樣子的話可以非常非常的 怎麼說呢 不管是性能方面也好 如果說你沒有會員的 那就是太完美了 如果說你沒有會員的話那就更加完美 我們直接一個簡單普通的一個服務器 就可以撐住比較大的一些流量了 當然這些流量的話 根據具體的一些情況來去增加或者升級你的服務器 好 那麼我們大概一個運行引力的話 就是我寫的這個樣子 非常簡單 只是就是 生成 就是簡單的三個步驟 新增文章 生成欄目 生成文章 然後多一點的話 就是更新首頁嘛 對吧 無非就是這麼四個步驟 無非就是這麼四個步驟 好 那我們這一節課就講到這一邊 感謝大家的收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